非常感谢,我们能够来一块在我们的上海国际音乐界IMX的言论坛的板块儿,儿童与国乐教育,那么这个板块呢,我们邀请到今天几位嘉宾,首先呢,我邀请几位嘉宾先做一下自我介绍,郭总先来。 大家好,我是郭阳,我是来自于于子江贝琳贝丽的那个负责人,然后我之前是因为在这个儿童领域里头,在爱奇艺也工作了很多年,然后包括我也创作过非常多的参与过和创作过非常多的儿童内容,包括儿童综艺和儿童的动画这一块,然后尤其是在儿童的产业领域里头是比较了解的。 我们现在呢,目前做的业务是一方面是除了做大型的互联网的儿童综艺和包括还有卫视级的儿童和家庭的亲子娱乐之外,同时我们也在去开拓的线下的儿童的教育艺术培训以及戏剧的这种艺术的演出的这一块市场,主要我们是做这一块业务。 好,谢谢郭总老师,请苏老师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苏依童。 目前呢,我们主要是在做这个青少年的艺术类培训教育,主要是古针啊,钢琴这一块。 然后我们有一个青少年的真乐团,中华真五四贤乐团的附属青少年乐团。 我们也在给这些学生们呢,创作一些原创的一些作品,重奏的还有合奏的一些作品来培养孩子们的多生物的学习,以及他们对整体音乐的一个欣赏能力。 好,大家好,我是北京原海政文工团,这个乃艺术之导,也是中国音学流行的学会主席,这个主要是创作和音乐教育,这两块。 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问的就是稍微的泛一点啊,就是我,因为我们,大家其实平时和儿童都是接触的非常的多。 儿童的这个成长呢,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创造力,创作力的这个,这个激发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所以我想先请几位嘉宾分享一下,就是谈一下如何,根据各自的这个经验啊,怎么样能够更好地激发儿童,这个在创造力,创作力方面的这种能力啊。 其实,呃,说到儿童这个创作力和那个创造力这一块哈,呃,我个人觉得,就是要完全取决于儿童对这个,对这个内容,他是否喜好,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就是因为包括,呃,就拿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的,呃,专业的东西来说, 因为小朋友他如果对这个,对这个专业他可能一开始他没有不感兴趣的话,小朋友他可能会很难激发他的去,去理解和创造,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的话,首先先要营造一个小朋友喜欢的一个氛围,然后围绕他喜欢的内容,包括形式去,去贴合小朋友,然后或者贴合我们的青少年儿童,然后让他对这个东西首先激发他的兴趣,然后这样的话,他才从,呃, 兴趣出发,然后就会,呃,去激发他的内容和更深层次的,因为创作和创造嘛,这个其实他要基于他在这个内容认知的基础上,我觉得才有更大的可能性,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可能我们要更多的去贴合孩子,在他的兴趣喜好方面,去下更多的功夫,对,就包括我们自己现在做,呃, 做内容也好,做戏剧也好,或者是做我们的,呃,线下的教育培训也好,我们也是通过,希望通过这个,呃,激发孩子不同的这种,呃,对于戏剧的兴趣爱好,然后让他参与进来,然后他就会慢慢的,哎,这些小朋友他慢慢的就会自己有自己的一些表达, 啊,所以我觉得这,在这一块上我们会花很多的功夫去,去做,嗯,所以您的,您的观点就是说,培养孩子的兴趣是什么要点是,也是第一位的,然后再看看是否有因材是教,或者是有更进一步往下去培养的可能性,是不是?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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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包括从,呃,无论从那个,呃,任何一个专业吧,包括尤其是像音乐一样,我们现在今天讨论的不是说跟国乐相关的内容吗,对吧,其实包括孩子也是一样,因为我觉得国乐对于孩子来说,他其实尤其,呃,像很,很,很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他其实对于,呃,这些内容,他其实是,我,我,我认为,啊,因为包括我们接触的孩子,啊,可能我个人认为他是不太了解的, 所以我们其实想要从国乐的这种感兴趣,呃,出发的话,首先要从内容出发,包括就是,呃,我们看到其实包括国外,尤其像日本这一块就做得比较好,他们其实就会把很多的,他们的传统音乐融入到这个儿童的,或者是比如说青少年的动漫里头去,所以他就会在动漫里头大量的使用他的民族乐器,然后这样就会让,呃,很多的年轻的一批观众和用户, 去了解他,然后通过这些小朋友感兴趣的内容去认知他,所以这样的话,他就会更有兴趣去参与到这个里头来,他其实是用一种年轻人和少年的一种,或者小朋友的一种表达方式,去让他接触这个,这个很传统的内容,和,和很优势的内容,这样,这样他把兴趣和这种优势结合的话, 是最容易产生兴趣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其实在这一方面,呃,我认为我们其实做的还是不太够的,所以包括现在的国内的这些内容,我觉得这一块我们还是需要做很大的功夫,啊,那个我特别赞同这个郭老师的,呃,刚刚讲到的这一点,啊, 啊,因为我,我首先我也是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呃,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一开始呢,还是要启发孩子们的兴趣,让他们对,呃,某一门学科,比如说钢琴,或者是,呃,古针,或者是琵琶,我们的明月,首先他要提起浓厚的兴趣,然后他才可能会去,呃,深入展开他的一个,呃,想象力啊,呃,或者是,呃,那个打开他的感知力, 这一点我觉得是首要的,呃,我也非常认同,啊,那我补充一下就是,呃,我除此之外补充一下呢,就是我认为,呃,还有就是老师的这个,呃,老师以及家长的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教学理念和方式方面呢,呃,我是比较主张启发式的教学,呃,就是对孩子们的,呃,特别是音乐这些方面,要是,不要,不要过多的就是说,你要这样谈,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更多的是要去启发,启发孩子本身的一些潜能,启发时发散时的这种教学,呃,然后呢,比如说一首作品要让他有很好的一个想象力,呃,比如这个,呃,这个作品有什么样的一个,你听到这个音乐以后有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感,呃,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层次感,呃,要启发他们,呃,在平时的基础教育中,也要,也要, 多多启发,然后呢,那打开孩子自己的这个想象力,感知力,呃,可能对他激发他的这种创作,创作的欲望,或者说培养他的创作能力会更加的有帮助,嗯,就是在教学理念上,老师和家长,呃,要这样去引导孩子们,啊,这个我们拿自己来做例子吧, 那个,那个,四十年前,1980年,正好为我们团的一个小朋友,叫陈琳,一个拿二胡子,当时他在13岁,那么为他写歌,写了一首小楼号,那么从这个开始,进入了儿童的这个,整个这种艺术,这一首歌敲开了一个什么,那就是说少年儿童,他也可以唱得很好, 呃,呃,现在我们呃,呃,中央非常重视这个儿童教育,呃,呃,美学教育,呃,这个其中就有一种,就文化素质,他的艺术的熏陶很重要,呃,先让儿童通过艺术熏陶锻炼他的大脑思维,他的创造力精神,记忆力,不仅是记忆力,创造力,呃,呃,以对这个观察事物的能力,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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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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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你如果你没有一味的形式化 一味的技巧化就把人害了 这个艺术不是能达到他的目的 而是完全相反 是孩子们很痛恨这个艺术 这就很麻烦 讨纪就是这样 一首曲子要练 就练那首曲子 你看他台阴阶阶舞会 就死刻的一首曲子 完全走入了僵化的那种 那就很难缺少 很难有创作力 我们是通过一首歌 我们让孩子有想象 孩子可以唱错 可以随意的改变一点 在音乐播放的时候 他能启发他一种想象力 所以他这个音符是可以改变的 让他是好的方向发展 这叫启发式的教学 让他具有创作力 所以这个教育就变成很重要了 现在我看到我的外孙女 他们这一代 我发现他很小 他就在iPad上进行自己编曲 学了几个和弦 他就怎么利用它编曲 有很多那个软件上 有很多的节奏 有很多的音色 他取过来是吉他 贝斯啊 钢琴啊 弦乐啊 他给你往上对 他就开始编曲了 这就是创作力 就是我不跟你说任何东西 我叫你个基本方法 你和声连接直到这一组 你自己去编 弦力你在写 你要启发他用一种创作性的示威的教学方法呀 让孩子们提高超过力是可能的 孩子们翻译有的歌词写很好 有的他旋律也不差呀 我见了几个儿童他写的很好啊 他不比成年人差 但他本他没有什么特别规律 你逐渐逐渐让他掌握一点规律啊 逻辑啊 逐渐逐渐他他会什么 但是他过早的要知道的这个逻辑了也麻烦 是吧 那四句一个月段 是吧 七个字一个月句 你要这个逻辑给告上他了 起程转合 他就永远固化了 我们现在很多人写歌就是固化 AB段呢 一个主歌再一个副歌完了 大家大多数都这样 一个调下来完了 没有转调没有个调性概念 所以这个 这个还是在我们教育上要怎么能够研究 我们如何教好孩子 启发他的创造力 嗯 那么这几年呢 我也在 在写这个 这个国锋这个乐府 叫国锋乐府 或者叫新乐府 那我把诗经唐氏宋词 也写了一些 写了一些我基本用的方法呢 我考察别人的话 呃 我我是想写这个东西干嘛用 写了以后不变成声音 不行 变成声音 不让大家传唱 那就失去意义了 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的 就是 是争取 包括这小罗号做一个标 标 就做一个 一个 呃 这个教材 其中又把这个国锋 就把这个唐氏宋词 我写成 比较流行化的 呃 那种歌曲 编配呢 用最好的编配 就你几年看了 他不会过 呃过时 不会 嗯 着急忙慌 或者用很少的价格 去去编配一首东西 完了 过几年的话 就觉得这节奏很成就 是吧 和过去没什么两样 这孩子的耳朵 非常敏感 因为他接触的是世界的影响 世界的音乐 世界各方面音乐 给他贯述 当你出了一个作品 你完全不靠拢 这个不行了 所以我在写的论很艰难的 就是说 你又在选法上 你得要简洁 要孩子们能唱 你不要动 你不要搞 一定要搞这个 杨凤年式的士不和声 要搞高端的 我应该有普及型 要能够 呃 要孩子们一个学校 他这几年级能唱 而不是专业能唱 而是他就是一个 一个娱乐 一个一个学习 把他学会 让他感兴趣 就OK了 所以我走个普及型的 合唱的路 而且走少年同声 那种流行同声的演唱方式 让大家很 不用用每声的 那个混合声 那么小的声音 得靠一群人 在唱这个东西 他用真声 就可以声音烧大一点 想大就大 想小就小 在一定的音域当中 让他表现自我 放飞自我 我觉得一直 我采取这个 这个 这种团体的定位 就是 尽量减少 呃 特别技术化 但是艺术化不解 嘛 利用一种什么方式呢 用一种编配 写作 以及演唱 呃 这个唱样 都是非常好 呃 好的唱样 像黑啊 这种主播呀 还有些少年同行啊 他们来唱 唱完以后孩子们 哎 觉得声音好 他就跟着唱给学会了 让信息学会 呃 也不是开始音符一点 像音乐学院那样 一定要音符一个个 七个音符 一点点听音 那个很漫长 他就会感觉枯燥 因为他不是专业学这个的 让他逐渐逐渐输入七个音符 输入啊 这个音名的音高概念 逐渐让他读谱 逐渐逐渐渐 他就一切东西就掌握了 所以在我这个教材里 他是一首歌一首词诗词 完了还有一个什么印章 有篆刻的每一首 什么满江红啊 蒲蒜子啊 他都有好的印章 啊 还有一幅画 一幅国画 配上他 还有字 这种元素构成在一起 让他的视觉冲击 他会感到真正的国学家 音乐就形成了 啊 所以让他沉浸式的学 学这些歌 啊 让他感受一下 过去的很多讲师 讲礼节 礼仪 礼节 音诵和音唱 这个是我们教育的 我 我在走这条路 我一直在开启这条路 就说这边 可能走的会艰难一点 能够把国学 各家国 国乐 加上这个东西 再加上时代的时尚的元素 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能够通过这种形式来传唱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创作流程也是一个生产流程 嗯 当然我们认为因为我们自己在做这一块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市场是非常庞大的 为什么庞大 我是觉得 因为我们现在更加的随着我们国力的增长和经济越来越好的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民族自信也在不断的在提高 像我们尤其 呃 中国的以前可能家长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感觉啊可能没那么重视尤其上几代的孩子 但是我觉得随着国力的发展 现在更多的小朋友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就是尤其家长更更重视自己的那个传统文化 我觉得他不仅仅局限于是一个中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属性 他其实嗯 我觉得我们现在国力的就是我们的很多的好的内容 包括像音乐也好 包括我们像我们的中国的艺术也好 慢慢的逐渐也是世界上非常受大家认可的那个那个内容 而且随着我们的新的形式和品质 你看最近近期很多国潮的一些新的形态的一些艺术表达 然后也逐渐的被国人和包括对被世界去认可 所以我觉得随着这个大的环境和市场的发展之下 我觉得可能会受更多更多的人去关注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是首先从人群基数上 大家会对这个东西越来越感兴趣 然后第二个是我是觉得 呃我们现在我们以前就是舞台的表现形式和包括像对于这个传统内容的曝光 我觉得还是偏传统的 然后随着我们现在的信息手段 还有包括传播方式的不断的迭代更新 我觉得很多的呃就是创新的这种呃表达形式会越来越呈现在大众的眼前 所以我觉得呃对于儿童的包括青少年的这一块 他呃眼下看到的也好或者是传播到他眼中的也好 呃我觉得对他的兴趣以及他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在这个我们的未来其实在呃教育领域里头我们可以像呃 其实大家可以把传统的东西加入更多新的呃 呃不是潮流的或者是更有趣味的一种表达的一种启蒙方式去去重新传递给我们的这些新就是学生或者是孩子 我觉得呃给他们营造一种很有趣就是很很趣味的一种成长环境或者一种专业环境 所以我觉得线下呃去做新的这种教育体验和培训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所以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哈就像现在大家特别喜欢说的一个词叫国潮 其实我们就很可以把我们很多的传统的优秀的东西用新鲜的或者更更更让家长和小朋友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去去去去去去去 作为我们的教育的一个新的方式去传递给我们的呃那个教育的用户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其实也很重要呃 呃其实呢从这前几年开始我觉得整个的这个国月呀国分的这个嗯发展就已经是非常的呃快速了 从前几年开始再加上呢那个整个刚刚讲过总也讲国力的整个的提升然后国家的大力的提倡呃尤其是呢呃这个双减之后呃国家也是非常的支持我们嗯青少年的这些教育呢更加偏向美育方面啊 啊美育方面的一个呃偏重所以说呢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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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就是更多的学生好像就会比较偏国粤 喜欢特别是女孩子都要学什么古增 然后更多这样年也会有问说琵琶呀二胡呀 甚至说我们的深院的学生 深院方面的学生都会比较喜欢说去 老师能不能唱一些中国风的作品 从这些各方面的 无论是从国家的大政策 还是从家长们的反馈以及喜爱的程度来说 我觉得我们这方面的一个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 有一本书叫《第三次浪潮》 它就讲大工业形成的才生成了一个什么呢 工业革命生成了一个管弦员 它的铜管 它的钢琴 竖琴 它生成了这契约 再早一点农业革命时期 生成了很多民间的音乐 木质结构的东西 那么到了《第三次浪潮》什么数字革命 数字音乐 它有很多电子音乐的生成 所以这是一个时间代 但是它形成传统可不是因为这个 它既有它这个时代性 它又有个传承性 所以我们中国的东西呢 它应该有自己的选法 用它的语言和生活习惯带来的它千百年来 这些人民的音乐的理解和它的创造 有一种基因 音乐基因 是通过国业 通过我们学这个东西 让孩子们有 让他们走向世界的未来 他一定有相守 他听说 哦 这是我们的 这个感到它就有基因 它就它有触动 我觉得学这个音乐 我为什么在我的教台小时候号的艺术教育 我就强调要寻找一些民歌 要注入到这里头 用好的唱法来唱 让他们学会 否则 他这个民歌他就不愿意唱了 你比如在音乐大师课 那个有唱无数旅三歌 很老的 无数旅三歌 没人愿意唱 但他配上雷鬼的节奏 他很有意思 这小儿一唱 你觉得挺好听的吗 也有是 一般的呀 你比如妈妈都闻 他是一个大调 但是很多配信 他一定要落到兜 他好像对骚子做主任的 那指调是 他完全不熟 对民族调是不熟 所以他配信经常给你搞乱 弄得我哭笑不得 他最后落到兜上 他落到兜上 可是呢 有人配信偏给你落到兜上 他用你钱 他感觉 因为他是一个小调 所以这个调性问题就是 对中国的民族调性略微熟悉以后啊 他不会硬搬西洋的那种 那个东西 和声你四五度叠值的话 是完全可以多用的嘛 我们吹声就是四五度叠值嘛 他很顺畅也很和谐吧 他在不和谐当中找一种 自己的和谐 是吧 那洞中大哥 他那种二度音 他非常好听啊 所以我们有自己的和声观念 但是这个东西怎么和西洋呢 毕竟他那个 几百年来历史的和声 怎么能玄节 并不是独立的 让他怎么好的有玄节 在这就讲深了 儿童教育的讲不了这么深 但是让他听一些这些东西 是有必要的 就是一个是有体验感 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开始从父母到孩子 开始产生更多的兴趣 要探索这方面的这个可能性 那现在呢 就是说在这个题材方面 儿童内容的IP和创作题材 这方面的一些心得 或者是他的一些这个空间在哪里 尤其是跟传统文化结合的 我觉得这一块其实 还是比较匮乏的 当然儿童IP其实产业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现在其实那个已经成为 文创产业的一个 非常庞大的一个新的势力 但是说到 但是大家一说 每次一位小朋友 大家认识的 可能都是小猪皮疾 汪汪队 可能海外的IP 他的他的势头是非常迅猛的 但是真正的其实 目前大家能比较国产的 国内的儿童IP 就只有喜阳阳 大家叫的上名号 但是可能更多的一些 其实 国产的动画内容 其实很难被大家发现 我觉得这个就是 目前当下的一个现状 但是呢 其实 在我们可能90年代 或者是80年代 到90年代初期的时候 其实国内有非常多 非常多的优秀的 我们的儿童作品 包括以前上映 那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 那个出的很多的很多的 我们国家的最非常优秀的 这种传统的动画片 对吧 像西游记 胡萝卜 像这些内容都是 就是以前都是耳熟能详的 这种经典的国产IP 我觉得那个年代之所以 他能够传就是从变成经典到现在 他其实就是把握了非常 就是深刻的去掌握了 那个 怎么讲 那个中国传统的 这些所有的艺术的表达方式 然后包括我们的音乐 包括我们的美术风格 包括我们的这个配音演员也好 包括他戏剧的这种 这种传递也好 我觉得他们都是 就是用中国最传递的 传统的最优秀的东西 去创造出的儿童IP 但现在我们的儿童IP 就是为了去模仿 为了去去去去迎合小朋友的喜好 反倒是丢失了很多原创的内容 我觉得这一块是比较遗憾的 缺失的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也看得到 其实从IP上 IP其实要聊今天可能这个话题 就会比较长 然后IP是分源头开始 就可能比如说从我们的文字到图像 对吧 这些都是可以从最源头的IP 然后再可能接下来是音频 包括动画等等 各种各种介质形态的表达方式 但是我是觉得教育它永远是始终不变的话题 我是觉得我们从我们这些最基础的内容上去 从源头上去把传统的或者把我们的很好的文创的这些领域 就是优秀的文创领域的内容去从源头上去解决 我觉得首先从从从后后端的这些衍生内容来来说的话 它可能就会能够产出更高的IP质量的内容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还是刚刚提到的就是契合喜好特别重要 一方面是我们要结合传统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觉得应该去借助更好的 就是更更更上就是怎么讲更加贴合小朋友喜好的这种表达方式去创造儿童IP 然后再结合我们最优质的这种传统的内容 我觉得更能够被小朋友接受 然后最后一个的话 我是觉得从小小朋友 其实我们说到我儿童内容 儿童内容其实它不同年龄到年儿童内容的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能譬如说我们从零到三岁小朋友的需求是可能偏认知偏可能儿歌 可能偏这些方向 那其实我们在创作领域里头就可以把我们很多的这种传统的内容给结合进去 我觉得这一块就是它能够让我们的内容变得更好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儿歌坦白讲大家可以看这个儿歌市场 如果你有孩子 那现在大部分大部分都是用了公版的内容 但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原创更好的国创的内容 去做新的这种源头从源头开始让小朋友对这个内容接受和喜好 然后同时慢慢的我们可能在像苏老儿说的 我们可以结合很多现在的小朋友 他会尝试更多的新的一些体验 像我们的国乐的一些体验 古中的体验 包括像那个就小朋友很多的一些基础的内容 你让他体验之后 他可以再把他的这种身份感 或者包括尤其像女孩子 他可能一开始觉得他他学古中就是像戏剧里出的戏剧里头走出来的人物一样 他有自己的一些性格和身份 能够能够跟他去结合 我觉得从小就去让他去体验去培养 然后让他自己对这个内容感兴趣 我觉得这些形式就可以让更多的小朋友去参与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现在的一个市场背景下 就像刚刚苏老师说的我们双减政策的背景下 我觉得通过我们的内容和我们的很好的传统的形式的结合 然后从小朋友源头开始去创造我们源头式的IP 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未来的IP的打造和国锋的结合 我觉得会有更大更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说是两手都要抓 一手呢是抓 要提醒结构提醒这种结构 横向的就是我们走眼睛要盯住世界 要吸收更广泛的东西 我们不拘离在我们自己的一个小小田地 横向提醒这一树 这一树当然就是注重我们本土的文化特征的 我们做自己的民族民间的东西 以及后边的民歌 有很多大量民歌是在那遥远的地方啊什么的 都王乐宾 他都是后来改编的民歌 但他也叫新编民歌 对这些东西我们要注重 要变成我们的为孩子们写作的一个方向 所以这两个方向 他不要互相矛盾 一强调民族化的时候 忘了世界 这个地球孙 命运共同体 现在的趋势是这样的 欧美的流行 整个对大陆 对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一代的影响太大了 几乎那孩子都是在听这个国外的东西 是吧 音乐所有的东西 包括现在电影的东西啊 这种那个绕舌的说唱的 是吧 那就不是那个十一年前二十年前的R&B 也一直出来那种感觉那个节奏布鲁斯的那种心情感啊 也不是自己年前的角色了 现在听得更加这个更加新潮了 那么这些东西 你说对中国这个对孩子就下的影响当然有 但是怎么用自己的文化和他的文化融合在一起 我们要还是强调中国音乐的文化 也就带来一个写作和教育问题了 这是我们常常考虑的问题 但做起来很不有意义 艺术的市场化和商品化 有的卖不出票 就养不活团体 养不活团体 这个团体有多好的目标 你发现他没有 他最后就会解散 他就没有驱动力 这是一个矛盾的题 我觉得我们其实随着近几年的文化IP的内容的 不断的就是从品质和和这个从潮流的 就是制作的品质上 还有包括从投入上不断的提高 我觉得慢慢的会有一些好转吧 然后你譬如说前几年像 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 他们很多小朋友 我觉得像包括像传统的经典的名著啊 像四大名著 他们其实都是很熟悉的 但是我们其实近几年 其实也很难看到有这种好的作品出现啊 然后随着国漫的崛起 我们陆陆续续 你看这几年包括像大声归来 像哪吒 这样慢慢的一些好的高品质的内容 然后投入到市场当中之后 也是逐渐能够被大家接受的 所以我觉得只要是用心去创作 而且愿意投入去创作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去做好的内容 但是呢 同时确实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可能大家 就是尤其在做内容上面逐利 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情况 所以包括现在就是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翻来覆去 大家就是在炒剩饭 这几个老的IP一直在炒来炒去 做原创的内容也好 包括原创的国创内容也好 其实现在反倒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接下来 其实应该更多的去从原创的领域 包括从更高品质的领域去追求 我们最就是向国际内容去靠齐 我觉得把中国最好的东西 然后用最优质的制作的团队 和包括我们的那个内 就是制作的这种内容品质去靠齐靠拢的话 我觉得 而不是粗之滥造的一些内容 我觉得他会 这些IP会更容易出圈 更受我们用户去接受和认可 就像当年其实包括我们很多的 就是传统的优质的那些内容一样 因为那个年代的动画内容 确实在国际上也是领先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也能 继续的去走到这一步 然后去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去开发优质的内容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加容易被大众接受 刚才郭老师这个回答启发我了一下 最近这几年国风的服装非常的火爆 这是一种标志性的复兴的一种迹象 就是那么对于在形式上 先不说我们说在内容上 现在形式上面 其实有了很大的兴趣和爱好 那舒老师我想问 我们有这么多的孩子 其实都是在从小就练习这些果乐 但是他们可能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用不到 对不对 您觉得就是说在这种我们无论是跟IP 跟我们的生活场景去结合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子能够 就是能够让孩子们学以所用呢 一定要让音乐走进你的生活啊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在一个 你把它剥离 剥离你的生活离你很远 然后那我觉得孩子们的兴趣啊 包括成人也是一样的 大家的这个兴趣方面 不能学以致用的话 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一定要让他走进生活 比如说中国有很多的节气 比如说现在就要临近中秋节了 是不是 那我们的就是从课程设置音乐教育方面 我们可能就会教大家演唱一些演奏 或者演唱一些与中秋有关系的 那比如说明月几时有 还有呢中秋望月呀等等 还有一些古诗词的啊 就是跟这个节日有关系的那孩子们 他们就会觉得啊 这我们平时学的音乐 或者说中秋节当天的时候 我能弹一个春江花月夜 或者爱看风秋月这样的一些曲子 他觉得他的生活是与他 我在这个节日里 我还能用我所学的乐器 演奏这个相关题材的作品 他会有极大的成就感 那这样他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 那比如说到了国庆的时候 去年我们就会录制我和我的祖国 虽然不是传统曲目 但是他也是跟他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他知道这是中国的国庆节 那么我们演奏的作品 春节的时候春节续曲 等等这些就是节气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甚至就是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也会把圣诞的一些曲目 给他改变成真的重奏 或者是读奏的一些作品 让这个生活与音乐一定要衔接起来 那他的兴趣就会更浓厚 他觉得有意思 他才会去喜欢更深一步的去钻研 形成良性循环 那这个问题其实又可以回到郭老师这儿 您在打造很多的这个综艺节目 或者是一些动画节目 那这些内容 其实我们先不说他的题材的问题是 中国传统的还是怎么样 就刚才舒老师提到 哪怕你是欧美的 哪怕你是其他的这个民族的 其实我们的这种本土的这个民族的这个音乐 包括其他的一些视觉元素 也是可以进去的 比方说欧美 他们这个在音乐 在这个戏剧这个领域里面 善用了很多其他民族的内容 他们称之为叫世界音乐 什么这样子的内容 其实就哪怕是我们像 比如说权力的游戏这种 这个成人也很爱看的 他里面用到了非常多的这个 一些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些音乐元素 非常的有张力 但是呢 为什么我们我们本土的一些民族的这个元素 可能就很少了被他们采用 所以您有没有就是跟国外的这些 做节目的这些人有交流过 说他们在最采 就是对什么样子的中国的这些传统的 这个文化元素有感兴趣 那个其实我们在跟国际团队 和包括我们自己的团队 在创作新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其实对中国的 尤其是中国传统的 而且和民族相关的音乐 大家可能会特别感兴趣 而且会使用的比较多 比如说尤其像近几年啊 可能大家可能不太关注动漫市场 无论是从儿童动漫 还是从我们的国漫 现在在不断的发展 我们的现在的制作水准 已经完全超 甚至都超过了很多一线的这些 这些国家的制作水平 然后我们的内容现在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原创 就是国创的内容的 包括我们传统内容的这种 这种喜好 然后尤其在国漫领域里头 我们比如说像现在大家熟悉的很多的一些 国漫的动画 像一些优质的一些国漫的IP 我们都会加入一些中国传统的果乐的乐器 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民族的音乐 包括我们之前我创造过 我们在做一个 因为这个内容现在还没上线啊 我们之前创作的一个 一个阿词员的内容 我们就会去去从我们不同的少数民族里头去挖掘 他们这种少数民族特有的音乐 比如说像苗族 比如说我们也会找像蒙古族 还有包括像那个云贵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 他们会有很多的一些一些一些音乐和发声的方式 还唱歌的方式 我们觉得这些音乐都是世界级的 包括我们其实可以经常会会看到 像你刚刚说那个权力的游戏也好 包括可能我们现在最火的一个动漫叫鬼灭之刃 他其实里头就会也运用到了非常多的 就是日本动漫里头 他就会用非常多的日本的传统的音乐 去放到他们的那个内容里头 我刚刚也提到 我就说从通过这些内容去去 就是通过这种优质的 青少年的内容 我们加入国创的 或者是我们国家的一些传统的 或者是一些民族的东西 我觉得它就更容易被用户接受 我们渐渐地发现 其实我们很多很传统的很优质的内容 它是非常有内涵的 有画面感的 然后同时也能激发出 很多大家的一些热血的一些 可能譬如说更多的情绪的表达 程序视频就上了一个 那个关于故宫的一个儿童动画 还有包括提到的 其实今年很就是很红的洛阳 我们就觉得 像它就有很多的这些内容 是可以去被我们去开发的 对于小朋友来说 我们通过这种新的一种内容形态的表达 能够让小朋友去接触 会更加的去感兴趣 我觉得这一块我们其实是 有很多的空间是可以去开发的 是因为一场辩论 争论 就在周围电视台三种唱话比赛的时候 和索罗罗姆参加比赛的时候 所有的院校评委给打分很低 因为他比较原声 唱藏著名歌非常好听 所有的像田青 那些理论专家们 音乐专家们打分很高 就产生一种辩论 这边专家认为 这就是民族唱法 那边说民族唱法是我们这种学院的 每生的训练的民族唱法 所以就产生极大分歧 后来这边说 那我们明年我要跟你看看 我们搞原声态 本来应该叫民族民间唱法论 加一个这个 你学院名歌是学院名歌 我给你来这个 要你们建设建设 一建设第二年 一看 是吧 那个李怀秀啊 是什么那个 霍第一名的云南那个海菜枪 是吧 还有土家族的那种高枪 新疆的斯尔蒙卡姆 不用说了 蒙古的各种长调啊 长调不仅长调了 瑟尔啊 瑟尔啊 瑟尔那个马脱琴四湖 一些乐器都出现了 大家眼睛一亮 哦 原来原生的很多音乐 民族民间音乐 都在蕴藏的下面 但是逐渐在消失 逐渐在没有 所以就变成一个社会责任了 其实我们是有文化 我觉得是有一些文化断层 其实我们的民怨呢 在有很鼎盛的时候 是吧 大家其实都知道在 唐聪的时候 其实已经很鼎盛了 但是后面其实在传承方面 会有一些遗憾 会有一些遗憾 在创新的过程当中 丢失了很多 传统的本源的一些东西 那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追溯和 尽量的去传承 最本源的一些东西 才能在 才能使创新的这些东西呢 更加的有灵魂吧 我们就有很小的孩子们 短时间内 如果制定好一个小小的目标 他能够 他不但能够完成 他还能 他还能给你惊喜 就是超额的完成 所以他们的潜能非常大 所以我坚信就是在创造力方面 他们的东西可能会更加的纯净 更加的没有干扰 更加的有这个想象力 既然孩子有这么强的 这个创造的可能性 那其实我们应该看到 更多的孩子创造的作品 不断的去发表和问世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更高维度的一个教育 更高维度的 其实就是因为教育方面呢 肯定它是有基础教育的 这个基础教育是一定要有的 当就是孩子们经过了几年的 比如三五年的一个基础教育 或者有的两三年的一个基础教育之后 我们还是要给孩子们的教育深维度 那么他有了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我们就可以引导他们 通过他对以前基础的一些学习 感触到的一些作品 那我们就可以引导他们 到达一个更高维度的一个学习阶段 我讲一点感受吧 今天谈话我也很高兴 我也乐于谈 我这一辈子 做两件事 一个是创作 一个是教育 创作呢 做了两个方向 一个年轻人的创作 一个是少儿创作 尤其这些年呢 在集中进行这个少儿创作 和少儿教育 我把它连在一起了 所以我就越来越感觉到 我们教育工作者 在教什么的问题上要解决 要想办法给孩子们 为什么有营养的东西 教什么的问题不能乱来 所以教材不能乱来 所以我受一点 现在出版的限制 有一个好的歌曲 你不能够作为教材 这仿造化你的版权搞不定 它有阻碍 但教育部门 它是应该有些经典 应该让人传唱的 怎么解决这问题 有难题 我们自己创作 出版不成的问题 所以我讲教什么问题 一直是教材 所应该选择 什么教材有营养 这我刚才说过一些 我不习东讲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期待就是在解决 怎么教的问题 怎么教是一个方法论 怎么教 有的教不好 仍然四倍功半 教的好 应该是四半功倍 所以对孩子来讲 教什么很重要 第一重要 第二个是怎么教 第三问题谁来教 我现在在搞各种失陪的工作 就你不可能 直接对着C端 我对B端 我对小B端 对老师 我办各种音乐大师班 那么就像老师知道 我这个方法论什么观念 是说话式的同声歌唱法 转变你流行美声 或者是一个民生教法 让孩子都那样找 就好多东西我在 我也有书 怎么样合唱训练法 再加上我们怎么个体系 通过哪几种的教学 国风教学 流行的教学 以及民歌的教学 来解决所谓教什么 和怎么教的问题 所以在培养 人就是谁来教 这是我们当前 做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希望大手拉下手 搞一次活动 把所谓的喜欢教育的这些应用人 纳入到我们这个范围 我们去共同研讨 面对着未来 解决我们谁来教的问题 三个问题 是我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祝贺大伙